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沒開始 那適量會調整喔 這個我們要釣龍施工作業團 這樣啦 我們先 施工人員會安全帽 安全帽沒適合 要檢查 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 戴太鬆或者太緊 然後 全副式安全帶 看看有沒有太鬆 如果太鬆要調整一下 大概稍微調整一下 最舒適的方式 他 兩位 一台釣龍大概都是兩位 一對手 兩個人 再鬆的調整一下 然後 上釣龍之前 我們一人調 然後 一個人 他只要摳在 安全後上面 防墜 防墜 這個是防墜的 上去 它是很可以 很輕鬆的上去 下了它就卡住了 就是 機器跟人 分開的安全裝置 這樣子 檢查完之後 然後 有一個 檢查表 這個我們上工前 在八點之前 每日檢查表 我們會依序項目做檢查 正確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完之後 他會勾選 他都會勾選 然後今天是檢查的是 這位陳先生 他會檢查人員簽名 他都會簽名 這樣子 每天 每日上工之前 都會做的檢查 那這個是 吊龍的操作證 吊龍的操作證 在這裡 他們的操作證 兩位的操作證 都在這裡 解約證書 然後 三年 都要回訓一次 這都是期限內的 吊龍的檢查合格證 他是每一年都要做一個檢查的 這台就是 112 9月 去年的 9月檢查的 所以是 113 9月18才 要再檢查一次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吊龍的部分 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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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哪些 吊龍上去的時候 我們先放他 我們都會在頂樓 檢查 在每日檢查 做檢查的時候 我們去看一下固定點 有沒有被鬆動 如果 OK 再沒有被鬆動 在安全的範圍內 我們就會上 吊龍 檢查之後 安全帶 安全帽 做完之後 我們就會上去吊龍 開始檢查 吊龍上面還有水平開關 緊急開關 他在上面可以做一個 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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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帽就是前面這一條 安全帽是這個 安全帽 就是扣到這上面這樣 對對對 後面咧 後面看 後面看 喔喔喔 扣到這邊 對對對 前 就用這個地方去做起 不好意思再拉一下好了 來拉一下 拉一下 轉過來這邊 轉過來這邊 謝謝 轉過來謝謝 好 最後的時候就前拿住 這樣子 這個安全帽 都補合CNS 1500公斤 14253 謝謝 這個帶子可以承受多重 承受 承受多重 100多公斤嗎 喔 100多公斤 這個 200公斤 15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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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補合CNS 這個 14253 他們 他們 不一定辛苦 不一定是這樣的 謝謝 謝謝 也是 有 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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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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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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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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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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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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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肯定會有一些固定的方式 可能要保護他,不會讓他有完整 大概這兩邊肯定建議一下 在現場面臨大馬路的交位 還有人員的回訓紀錄這些來講 算是還是活著法定的標準 我們就是繼續保持 好,好不好 你們這個 現在申請交為是 目前好像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佔用道路作為 是不是要維護這些 合理的,一點點安全 OK啦,好 謝謝 現在你們的案件都 這樣對著 指援你的照片 邀請什麼 應該給他們 直播的 指援方剛 好 邀請 好 好 好 請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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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 成績起 工作 相對 河衣座位 平יך rabbit 平常 風險 比較高 現在 正 公安 是非常多 將尊增 它的風險 從黑油ل 這段 adelante 會針對 劣勢 更換化 使用 這個吊籠這些清潔設備的委員會加強檢查 那今天這棟大樓是為了要外牆那個磁磚 要檢測有沒有會掉落的風險 所以請人來做檢測還要使用到吊籠 那今天發生到原則上都有按照相關的安全衛生的規定在實施 周圍區原點的管制 還有設備的檢查還有原點的訓練都有如有規定 那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需要更加強的吊籠的 要不然他們使用的當初 有一些是已經有背景的地方 然後有扭曲的 這些很容易降低它的強度 所以我們必須要確認 所以已經有扭曲的背景的地方 他們內部剛說有沒有斷裂 如果有斷裂達到台灣之路就應該更新 所以我們這個租會也會要求他們現在進一步 所以其實我們發生到剛手有扭曲背景外力 那外力撞擊的地方都要確認那個強度 因為我們的吊籠設備 這只會就是靠兩條吊籠的強度在支撐 這只會有一個要求他要 做外選票就要給他自己管理的頻率 這只也有啊 這只也有啊